热带风暴Philip正逐渐逼近本国海洋省份 预计今个周末将会出现大雨和强风 张贵业的报道 环境报表示 热带风暴Philip目前正向北移动 气象模型显示 它有一成机会增强为巨峰状态 Philip预计将会在今个星期日凌晨大约3点 以热带风暴形式 略过本国斯高沙省西部沿海地区 再催往纽宾市域省 与美国缅因州交界 预计会为缅因州带来大量降雨 当局已对纽宾市域省 斯高沙省与爱德华王子岛发出特别天气声明 预计星期六下午至星期日下午 有关地区将会有50毫米或以上降雨量 以及出现每小时高达80公里或以上的阵风 此外 Philip将会与灰省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上空的 一股大型低气压相遇 可能会为安省至纽芬蘭等地带来降雨和风暴 至少年纽宾市域省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 至少年纽宾市域省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